来,七年级的同学们注意了,今天咱们一起来看一道非常经典的找规律问题。 找规律的问题,最重要的就是观察。 那么第一层级,我们要观察的是它是否具有增减的规律, 或者说任意两个相邻的数之间是否有倍数的规律。 那么这道题呢,告诉我们三分之一,二分之一,五分之三,三分之二,七分之五,一直下去。 我们先要确定一个方向,既然是一个分式的话,我们来观察观察它的分母有没有增减的规律啊。 三二五三七四九,直接看上去是没有规律的,但是对于分数来说,我们是可以给分子和分母同时扩大倍数的。 三分之一不动的情况下,二分之一我们就可以写成四分之二啊,五分之三不用动, 那么三分之二就写成六分之四,七分之五不用动,四分之三就写成八分之六,最后九分之七。 当我们写成这个形态之后,我们就会发现分子和分母都是顺序增大的一些整数嘛。 所以这个式子第N个数,它必定是N加二分之N,而2020个数就一定是2022分之2020,也就是101分之1010。 这道题目就做完了,大家学会了吗?下课。 再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